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的地方是日本東京 那這一次呢,跟我老婆來補度個蜜月 然後這一次,其實我也沒有想要拍什麼 就想拍一個,就是日本的交通環境吧 這一次呢,我們會以行人然後搭大眾運輸的角度 來體驗一下日本當地的一個交通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晴空塔真的很漂亮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這一次的旅程吧 來看消防霜,他們這消防霜就會很明顯 你知道消防霜在哪裡嗎,看到嗎 這一個 喔,這個 對,這地下是消防霜 然後台灣也有這東西,可是 在台灣這東西上面都會騎滿汽車 然後你看,這個 這就是我說的啊,親子單車 它這個還沒有電腐 它這就是小朋友上去,你看還有這種4.4的安全帶 然後有這種包 包小朋友的頭跟那個 因為在國際的就是 研究那些就說 小朋友其實五歲以前不適合坐摩托車 所以日本他們算一堆摩托車 可是他們五歲以下是不會讓他們搭歐頭拜 他們也沒有在出那種五歲以下用的AutoBi的安全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之前我PO的 這邊如果貨車那些進不來 他們不會把貨車強硬的停在這邊 他們就是會用這種 物流推車的方式來運送他們的貨物 就是物流車停在外面 然後用這種物流推車把東西給運進來 像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災疾變的據點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台灣 災疾變的據點 前面已經就是停滿貨車 但是他們沒有他們就是這種物流推車 全都是這種物流推車 然後他們會把東西 貨物集中好之後推到外面去 他們絕對不會把一台貨車停在這邊 或十幾台貨車停在這邊 這應該是Cup沒錯 台灣的神車 日本滿街跑的 而且你看 這很明顯就是一台外送車 這在台灣炒到十幾萬 然後看在日本就是隨便丟路邊 真的就是國民車 不是國民精品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在一條省道上面的人行道 那它這個人行道其實就是 這一個道路的護欄來做一個組隔 所以它這邊其實大家可以看 它是柏油地 然後再加上水溝蓋 但是它就是有做一個護欄區 然後在通行的路口這邊它有做一個開口 那其他的地方它就是用這種護欄 可以兼具就是防護車輛撞擊的這個危險 然後也可以兼具一個阻隔帶 就是除了這種地下室停車場這邊會開口 那其他地方就是用這種護欄圍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日本很多速可達 凱旋 日本很多速可達的通勤族 所以之前有個什麼候選說什麼 台灣交通比較亂 因為台灣多有機車 沒有 日本這邊除了有機車之外 還有三輪車之類的 他們這邊腳踏車 三輪車 機車 還有汽車 大卡車 還有那種人家推行的人力推車 人家的交通的載具 更加的多樣化 那剛剛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的機車其實 你要排隊還是要去前面 都是隨便你 剛剛我們有看到人家是直接騎到前面去 但是他們這邊如果路幅不夠寬 它沒辦法車道分勾 他們就是排隊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你也不用分什麼 你是白排就是要到前面去停等區 你是黃紅排就要在排隊 沒有人家不管什麼排 人家就是機車 你可以過你就到前面去 你不能過你就是乖乖的排隊 就是這麼簡單 路多寬就做什麼事情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們的這個路排啊 其實都是做得很簡潔 也不會像常常掛一堆 然後它是速度 其實你看這邊 它就是一個告訴你在哪邊 比如說參公橋 然後 告訴你你的號制 還有你的一些必要的 就是速限啊 大貨車不可以進入啊 等等 它就是告訴你一些很基本 很必要的事情 它不會立一個奇奇怪的牌子 然後告訴你那種 很基本 具要遵守的事情 比如說像什麼 綠燈箭頭亮起 才可以左轉 這種事 考駕到就要知道事情 人家不會再特別立一個牌子 但是常常會 好 我們繼續走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明治神宮 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過一張照片 就是明治神宮的這個駐輪場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駐輪場 就是你只要是兩個輪子的 三個輪子都可以停 所以這裡面呢 你會看到 兒童的腳踏車 電動腳踏車 一般的自行車 還有在台灣被分類成重機 跟白排機車的摩托車 在這邊呢 他們就是統一停在駐輪場裡面 很漂亮 這邊空氣真的很好 這鳥居真的很美 古色古香的 跟台灣的一些 公廟的花俏不一樣 日本這邊就是比較安靜 比較簡潔一點 欸公廟 喔呀 벌4排 惡行程在這邊還是 可以沒有毛病的繼續騎 絕對不會有什麼環保,然後就禁止你 沒有毛病 而且你看他們就是用車廂分流 所以他們的整個動線上也不會很亂 就左轉靠左右轉靠右嘛 然後轉彎你就排隊嘛 給大家看一下 這感覺好像也是50cc的 拉遠一點 好可愛喔 然後後面還有一台 沒有 直接左轉人家反方向人家直接右轉好安全 沒有像你什麼 一定要帶轉啊不然很危險 把車像搞亂七八糟 好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路邊這一台是 物流他們的大貨車 他們現在就是在分裝他們的 貨物 有沒有然後在我們的 後面這邊還有台小的 他們就是 小的大的然後就是很多台這種物流推車啊 會把 貨物在這邊可以臨庭的地方做一個分裝 然後在 商業區裡面的一些 小巷弄啊 或是 徒步區 像剛剛元素的這個徒步區啊 全都是 直接用人力推進去 所以他們的 這個物流啊 其實 並不像台灣 就是 車子 一定要到 店家門口 他們的做法就是 先用大車 然後 在一個有 零時停車 規劃 可以卸貨的地方 像這就是黑貓的 那 停車之後呢 就是 下物流的小東西 然後 再推進去 那其實在台灣 很多物流業目前遇到的困境就是 台灣的大馬路都沒有這種 適當的零停區 然後讓物流業來 轉換 喔 好帥的雙層巴士喔 台灣目前的問題就是 沒有這種 很 足夠的 臨時停車帶 像這一條我記得他是寫說 到晚上8點前 都可以 臨時停車就是外車道是臨時停車 可以臨時停車然後 內車就是行駛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外車就很多 物流啊 他們會停車 然後在這邊 做分裝 那他們的車可能 今天 就是會停在這邊停了幾個小時 然後他們就是把車上貨 分送完 之後再離開 好現在呢 這邊是晚上的警細停 在這邊呢 大家有看到在BMW 在路邊等人 在日本其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 就是他們在路邊等人的時候呢 就算車子發動 他也會把大燈關掉 只留小燈 不管是計程車 還是路邊零停的車輛呢 他們都會這樣做 那有些機車他們可能也是會開電門 但是他就是 就是停在路邊呢 他們還是會把燈 打開 可是呢 不會是開大燈 當今天他停在路邊 開大燈呢 多數就是他準備要啟動的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潛規則嗎 還是潛默契 因為我記得日本的駕照好像沒有寫這一條 但是他們 多數的駕照都會這樣子做 就跟他們 遇到後車的 會閃上下窗房燈一樣 蠻有趣的 好啦現在呢 我們已經回到這個 小小的飯店房間了 這床小的可憐 但這是雙人床 那 之後幾天呢 我一樣會帶大家走走逛逛 以一個行人的身份 逛逛這個 日本東京地區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給大家看一下夜景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